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股市达人 那在美股连续拉回两天 那台股终究还是面临 比较明显的一个获利回吐的卖亚 那目前正好市的录影时间是接近1点 大概是12点的57分 就台湾的交易指数来说的话 盘中最多跌131点大概就是附近 那目前是跌126点 拉回到10811点 那盘面很明显的主要 就是跌在电子股部分 那电子的类股上市的部分 类股的指数是跌了大概1.19个百分点 所以电子类股本来就全重大 成交比重也比较高 所以当它拉回超过1%的时候 对指数压抑它就比较重一点 那当然我认为就是说 这还是一个区间行情 因为上面有压力 年线半年线 下面有支撑半年线季线月线 通通纠结在一起跟麻花卷一样 在这边绑在一起 那520政策的做多 目前看起来没有改变 大跌有限 突破又难 就麻花卷 在这边晃 但个股操作的差异性 非常非常大 因为美股连了两天拉回 昨天应该说今天凌晨的拉回 是为了什么 是因为联总会的主席鲍威尔 他对于经济前景 是悲观的 因为防疫 而且他也并不认同川普 说要付利率 他不认同 所以市场认为就是说 经济又不好 利率没有办法再降 所以股市就拉回 然后跟经济绑的比较 密切的科技股部分 股价都下来 这又呼应就是我说的 五穷六绝 7上吊 我还没讲7上吊 所以七八月之前 电子股摆明了 就是说这边是没有什么 太大的作为 就派入为很难搞 电子股很难搞 所以我就说七八月之前 电子股在一边 你暂时不用太过积极 等到可以做的时候 我就会带大家下去做电子股 限期段 我早就告诉你不用太积极了 所以超市上你要保持非常灵活 比如说加登 五月四到礼拜一买172 当然最高182 第二天184 第三天187.5 第四天192 第五天193 全部获利出去 五天时间赚了21块 是非常棒 一个礼拜赚个20块上来 非常非常棒 赚钱卖一趟 压回再买 会不会压回 你就来看 今天电子股都很差 加登已经杀到多少 177块 从上面掉下来 也跌了接近20块钱 所以假设我们一个礼拜 赚20块钱不出 现在几乎吐回去了 就会很可惜 所以就是说 还是要收作非常灵活 而且电子股 可以逆势往上冲的不多 那既然冲上来了 就先卖一趟 而且今天电子股 不只是加登 是我们卖掉的股票 持续往下 比如说2338的光照 今天是亮灯 跌停板 设备股另外一档 是313的金顶化 现在尾盘快要打到跌停板 财报不错 但是怎么数字公布 股价就拉回 就是因为四不在电子股 因为大家都预期说 第二季看起来 电子股就是比较难搞 所以资金就是找机会 数字好的时候 股价高的时候就出了 所以我就说 电子股看到好的消息 股价拉高是给你出的 不是给你买的 反过来防疫股打下来 急跌是给你买的 不是给你空的 所以我也说 你今天要去放空股票 OK fine 第二季是淡季 但如果说 你主张说要空防疫股 那我觉得你的逻辑 是有问题的 因为防疫股 我看到的5月份 6月份第三季 那个数字是一路往上冲 你空那个数字往上冲的 然后5穷6月 一切上掉电子股 你反而就是不去空它 说实在我认为 这逻辑都有问题 所以第二季 电子股先放一边 会有特定的股票 有时候会冒出头来可以操作 我会带大家做 主流还是在防疫股 在防疫股当然操作上还是要灵活的 比如说昨天我们买中化生 早盘买大概6665 尾盘收涨停69 就当天买进尾盘锁掃停 然后今天早盘最高来到73块半 二话不说 直接通知我们家务成员全部获利出息 昨天买今天全部干掉 买66到73块半 两天赚了7块半 大概11% 大概就10%了 大概就一个早盘 因为昨天买先拉 今天又涨了5-6% 两天加起来10% 干掉当肥掉 所以这两天一个非常漂亮的转线操作 就帮我们达人家族成员 就赚了一个开心赚一个零用钱 所以一下子当天买隔天出 赚了11% 这也是一个非常漂亮的转线操作 强势股就一档一档来 一档一档来 有时候会有loss 但也常常帮会人赚到一个 短线相当不错的一个获利 所以小赚 常常小赚补偶尔小亏 绝对补得过 但常常我们一个股票 一赚就是一大段 那是不得了的 所以昨天买今天卖赚10% 开心赚零用钱 资金转进全新的6XXX 这个等等我们再来谈 有精品股 一档接一档 一档接一档 然后通常美股不好 大盘不好 电子股不好 你就会发现说防疫股就特强 因为电子股的景气跟防疫概念 刚好是相矛盾相抵触的 电子因为防疫情景气受创 防疫的因为防疫需求 数字大好 所以他们常常是敲敲板 所以目前为止指数来到 跌130点 但我们看一下恒大 好像最高来到113 虽然目前尾盘跟着大盘卖压 压回到105 但这分盘交易20分钟一盘 这个跳动很快 但不可否认的今天是超级强势 超级强势 在礼拜一的时候 盘中最低打到81块2 我没有因为它跌停板或者跌下来 我就想说不要再讲恒大了 不然大家会觉得 郑老师的股票跌停板好逊 我不会 因为我很有把握到后面数字 是一路往上开 所以我也用LV的金平股的概念 在跟大家解释说 今天LV打9折你要急着买 今天股票里面的金平 比如说恒大这种数字 一路往上开 一路涨价的 营收一路往上飙的 那股价打9折 85折 8折 你不买 那就非常可惜 因为股票金平股会帮你赚大钱 LV不会 所以就说大跌大买 所以听我话的 买在85的大有人在 当天最高90 隔天91块4 然后到昨天尾盘收涨停满是104 104 然后今天盘中 我们印资料的时候是112块5 出来的时候是113 虽然现在又压回到105 但是对照目前大盘 已经杀了147点 人家是大跌 我们这边还是涨着 强弱绿盘 强弱绿盘 从85 到12.5113 赚了大概2728元 赚了32% 这表示就是说 好像最近怎么电子股好像越做越低 但是我们的防疫股 三成又赚起来 三成又赚起来 所以一次三成 两次三成 三次三成 你知道我们今年完成多少超过三成获利吗 那一档一档的绩效累积起来 那个早就已经翻倍再翻倍 所以如果我说我们的家族成员 在今年以来 绩效是市场数一数二强的 我认为这样讲并不过分 因为我想绩效可以看得到 买85 前几天再加码85 到今天最高112块半113 赚了2728元 总共赚了大概32 34% 这都是不得了的获利 一次又一次是三成获利 那五月份 在五月初防护一的不支部 仿结不支部 据我所了解 它那个涨价幅度是非常非常大 那你要知道就是说 当今天我一样的出货量 我价格涨五成 我多出来的营收 那个全部都是净利的增加 我如果涨了一倍 那多出来的营收全部都是大算 一片直接往上跌往上跳 所以涨价的最标 毛利率往上的最标 就是这个道理 我的超管轻板就是这样讲 所以五月份将再跳升 四月份3.16 五月份我估计会跳到 大概3.5亿 但现在时间还早 我们后面慢慢 再做比较精准的预估 大概有3.5亿 那陈时中昨天也有在回答记者的这个发问 就是说口罩的外销禁令 那个解除那是一个激进的方向 因为台湾疫情已经连续超过30天 31天都本土都零确诊 所以对于口罩的那种需求的紧迫性 已经开始下降 所以多出来的可以准备要外销了 所以原本预计是六月底之前 木轮外销现在有可能提前减净 那最大的上市上贵的新贵的 闽城很大 他们都有外销的许可 只要开放外销 卖台币卖美金 那个价格是完全不一样 在欧美一个口罩常是超过100多块 在香港一个口罩 也是台湾好几倍的价格 大概三四十块钱 所以你同样的价格 隆分不支付大陆的价格 在过去这半年时间 总共涨了35倍 因为他们销欧美 台湾主要是因为国家队 目前不能外销 台湾有涨 但没有涨那么多 一旦开放外销 那个是几倍以上的上涨的幅度 所以真正精彩的故事还在后面 还在后面 外销经济如果提前减出 最大动能才要开始 所以我估计今年的恒大 我推估要赚13块 但如果这一次外销提早开放的话 数字有可能再往上升 所以现在的价格多少 股价105 我们就算100块出头 114块好 这实在是太过低估 太过太过低估 所以我们买的真的都是最强势的几名 因为它都是数字最强 营收一路往上 获利一路往上 毛利率一路往上 报价一路往上 另外一档南六也是一样 第一次买423 买200 第一天 第二天继续涨7% 第三天到228 第四天到230先卖一半 第五天228再卖一半 大概平均卖在229 230嘛 所以五天时间操作一趟南六 赚了30块钱 跟五天时间操作加登赚了20块钱 这都异曲同工之妙 这种很开心的就赚起来了 一个短线的一个很不算 波罗波段就赚起来 那来回做 5月5号礼拜二 初清红康赚8成 转进225的南六 再买一次 当天刷新高 隔天涨0251.5元 第三天来到254 第四天拉回235再加码 第五天就低阶 第六天239 第七天244.5 今天第八天来到259 再刷新新高记录 所以你发现就说 赵老师的股票 有时候会有短线震套 但短线下来的时候 赵老师都说要买 就试试证明后面证证之后 前面的高点 他证了个两天三天之后 他又过了 这表示他是一个上升的趋势 他非常的明确 道理很简单 因为我买的都是精明股 因为我所看到的数字 他一路还要往上开 南六四月云收 7.9亿超新高 五月我收嘛 防护一的不支部 大涨了一波 恒大受惠 南六也受惠 所以五月份营收 旺商家旺 六月份还会更好 第二季推估要赚五块 下半年只会更多 因为同样他可以做外销 下半年会赚得更多 会赚得更多 所以今年赚18块的股票 你说现在股价值有200多块 我们说实在的 18 20倍本营比 我认为都不算过分 所以为什么最近 南六投信买了一桃阿股 投信为什么买一桃阿股 道理很简单 因为本土法人他有内规 比如说恒大他现在被处置 那法人就不能买 他被关20分钟或5分钟 法人都不能买 那一些比较小的 比如说康阿肖 也被处置 那更次要的 比如说1307 三方 这也说有龙亨不支部 那这种股票都太小了 基本上法人不会买 所以真的数字最漂亮的 那成交值又够 事实又够大的南六 就变成法人可以买的 不支部的口罩相关题材的 最容易进出的标的 所以才会说 投信都来买这一档 肥比又不高 后面营收一路往上开 现在4月营收7.9 再来营收大概就89亿以上 到第三季 单月营收大概就10亿 所以目前股价 其实没有什么拉回的空间 因为这些都是数字 最强的金贫股 所以我再讲就是说 我们坚持 买的都是金贫股 那什么叫做金贫股 再复习一下 就是说它要有 最棒的毛利率的表现 最强的EPS的成长 最厉害的成长性 它有最好的一个市占率 当这些条件 它大部分都具备的过程 股价会随着它的营收数字 获利数字往上开的时候 你就发现股价 咚咚咚咚咚咚 它就上去了 数字开出来股价又高 数字开出来股价又更高 所以一波下来 去年我们赚了多少八九成的股票 苍和四星今年的鸿康 之前的星象 那一波下来都是你用100万 可以赚超过80万以上 那如果说两档三档累积起来 其实你早就已经翻倍 不要翻几倍去 这个就是我们家族成员 在过去这一年多以来的 实际上操作绩效的写照 就是翻倍再翻倍 因为我坚持的一个原则 就是我们坚持只买最棒的金面 所以这些股票当它数字 被我所看对的 不断往上开的过程 它就是会给大家最好的回报 就是会给大家最好的涨幅 跟最好的绩效 所以我说我们的达人家族成员 是非常幸福的 一个加登五天可以赚20 前一波的南六五天赚30 这一次八天也赚了三几块钱 然后大波段的赚八成了一堆 因为我们坚持买的都是金平股 我会把大家的资产照顾得非常好 我会告诉你 你应该买多少部位的股票 我会把大家的选股照顾得非常好 因为我会帮你选出数字最强劲 而且是市场最厉害的主流股中的金平股 帮你调度最棒的 那种转机的投机我都不买 所以我们都不用怕 就是说短线套牢那都有限 我照顾好大家的操作 那加登 中化生或者南六 低档买高档出 低档回来再买 一次又一次的来回住 然后最后得到一个最棒的绩效 当你在我这一边经过我的照顾 赚到大钱的时候 可想而知 你根本不用担心什么纾困的问题 你赚到钱的你可以有非常好的生活品质 照顾好自己 照顾好家人 做最好的享受 这不是最幸福的事情 所以欢迎大家都可以成为我们的加入成员 那成为加入成员 最简单的方式就是我说的 利用128超做到年底的这个活动 你越早加入超做时间越长 4月加入超做到年底 跟5月加入超做年底 跟6月加入超做年底 时间就越来越短 所以越早加入赚越多 成为达人加入成员 这就是你通往幸福的大门 同样的 今天还是一样 就是说只要你来成为加入成员的话 我们会再加码一档 我要大买的金平股 最强势的金平股 那这档股票呢 数字爆发金平股 中华生买完之后 卖完之后 就转进这档6XXX 他的5月份营收我估计会暴增7成 比4月暴增7成 5月获利会暴增一倍 那只要是有数字的金平股到最后 他都是最标的 我再强调一次 5月营收暴增7成 获利暴增一倍 有数字的金平股股价都是最标的 都是最标的 所以只要把握1.08到年底的活动 赶紧成为达人加入成员 我就加码这一档 数字爆发金平股6XXX 明天带着大家一起进场 一起赚钱 保护机会等会我们再聊 加股票 好 目前录影时间是1点的18分 那麦芽逐渐扩大 目前跌了大概有153年 盘中最多涨 跌了160年大概就在现在 麦芽持续的扩大 因为欧美亚雅股都拉回 那我认为未来一波一波的 可能区间整理回档修盛的过程 你会发现防疫股越电越高 电子股越来越低 在第二季 他会逐渐的五六月份 他会分到扬镳 所以你要买对股票 买对主流 买对金平股 你会大赚钱 买错不止干凳也 而且你有可能会大亏 所以你要先搞清楚方向 那防疫股最强的两个主轴 一个叫口罩 一个叫快塞 快塞部分最强势的股票 就是我跟大家说了 好几天的瑞基 今天连续两天的涨金板 250元 再刷新天价 而且是跳空 亮灯涨金板锁数 就再也没有打开 所以在前天 趁着还20分钟份的交易 我们带着有办法 就是预付款券的问题 你可以解决的会员下去买的 到今天200块钱 两天 已经赚了50块钱 速度非常快 他的快塞设计出货持续的翻倍 三月营收5200万 月增113% 非常可观 四月的营收 8089万 月增55% 再创新高 五月份出货将再翻倍 营收上海111到113 大概我认为超过111 今年EPS至少12块 乐观点可能超过15-18块钱 所以后面 当快塞设计再翻倍上去的时候 如果他快塞 最早拿到认证 最早出货 营收最早贡献 所以股价最强 这是非常有道理的 因为他有数字 他就是有数字的金平股 所以股价是喷量跟涨停板 这张股票无可限量 因为股本真的非常小 就示意股票真的是无可限量 它是目前最强势的快塞股 另外一档 后面也大有可为的保龄 礼拜一市场错杀跌营板 我们就买跌停板132块 勇于进场买进大跌的金平股 隔一天 开跌停 翻红 打下来130在座加码 当天收140 昨天收尾盘是 我记得是 抱歉 礼拜三是最高149 然后昨天 抱歉 昨天是尾盘是收涨停板 然后今天早盘最高来到160块半 目前大盘往下刷的过程 股价很快的又打到跌停板 但是马上又反弹上来 但是他后面的快塞的动能是非常强的 所以基本上创高你不要追 但集敌的部分 这个又是一个好的买点 这个我认为好股票就要拉回买 因为他的快塞自己只要10分钟就可以验了出来 台湾只占1%的市场 未来欧美只要陆续通过认证上市的许可 销售许可的话 只要6月如期上市的话 他的后面营收获利 只追瑞基 所以只要他通过认证拿到许可 股价就是他真正的主身段 所以拉回就是给你买的 另外仓和 今天早盘最高 也来到270元 240买的到270也赚了30块钱 我想我的看法都不变 就是全球独家赚利 所以未来股价就是迟早 我回到他的高点 欢迎大家成为达人交易成员 跟着我操作 我会带大家买一档又一档的最棒的金民股 128操作到年底 是你成为达人交易成员的最简单的方式 越早加入操作时间越长 那我再加买一档数字爆发金民股 6XXX 5月营收要暴增7成 5月获利要暴增一倍 有数字的金民股 基本上都是最标的 今天把握128操作到年底 明天带你买最强最劲爆的数字爆发金民股 把握机会 赚钱机会 不要错过每一次的机会 祝大家收顺利 明天再见 本公司与所推荐 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险险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假讯